墨西哥多罗雷斯呼声 深夜,墨西哥多克雷塔罗城郊外,一片沉寂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两位彪悍的骑手侧马向小镇多罗雷斯飞奔而去 他们神情严峻,还不时地环过四周 他们的衣服因汗湿而紧贴着背脊,马儿喘着粗气,呼出大团大团的水气 但他们还是策马飞跑 终于,他们赶到了镇上的教堂 门开了,一位中等身材,巍巍驼背的神父迎了出来 他谨慎地朝四周打亮了一下,然后把他们领了进去 这位神父就是以后被称为墨西哥独立之父的伊达尔哥 这一天,1810年9月15日 注定将载入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史册 而墨西哥独立运动的领袖米盖尔·伊达尔哥 科斯蒂亚,胜于1753年5月 曾在神学院和墨西哥大学读书 毕业后担任神学院的教师、司库和院长 他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 痛恨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人民的欺压 很早就参加了以文学社为名的秘密集会 他的博学多才积敏善变 很快引起大家的注意 并成为秘密集会的核心人物 1803年 他被派往印第安人聚居的多洛雷斯教区 任教区神父 他热心地向印第安人传授农业和手工业知识 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那时西班牙正和法国打得不可开交 对美洲殖民地一时顾不上 因此争取墨西哥独立的志士们 准备在10月1号武装起义 各项工作正在紧张秘密的组织之中 这两位骑手就是独立志士军官阿达德和佩雷斯 他俩给伊达尔哥带来了坏消息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 城里正在大搜捕 起义者准备的部分武器已被发现 一些起义组织者已不幸被捕 在这危急时刻 伊达尔哥异常地冷静 他分析了形势 得出了一个结论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马上行动 并立即决定明天起义 大家立刻分头准备 有人通知附近的独立运动斗士 有人组织攻打殖民军聚点的战斗 有人负责逮捕镇上的西班牙人 阿联德立即赶到圣米盖尔镇去召集人马 伊达尔哥带人去打开监狱 释放被关押的独立运动志士 这时天已经亮了 9月16号是星期天 像以往无数个星期天一样 一大早教堂的钟声就响了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但是今天他们所敬爱的 伊达尔哥神父却没有像往常那样 穿上祭服举行宗教仪式 他沉着而坚定地登上了讲经台 今天伊达尔哥讲的不是圣经 望着台下那些与他朝夕相处 视同亲人的人们 他激动地说 孩子们 你们要成为自由人吗 三百年前 可恶的西班牙人从我们祖先的手中夺走了土地 你们愿意夺回来吗 解放的时刻来到了 自由的时钟敲响了 你们有勇气的话 就和我们一起干吧 顿时人们群情激愤 台下响起一片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美洲万岁 独立万岁 打倒坏政府 一支起义的队伍很快就聚集起来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多罗雷斯呼声 他标志着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开始 后来 每年的9月16号 就成为墨西哥的国庆纪念日 起义军很快和阿联德召集的人马会合 然后向塞拉亚前进 在途中的一所教堂里 起义军发现了一幅瓜达罗贝圣母画像 瓜达罗贝圣母被认为是印第安人的保护神 意大尔哥把这幅画像做成起义军的旗帜 于是很多贫苦的印第安人也加入了起义队伍 迅速壮大的起义军 相继攻占了塞拉亚 瓜纳华托 阿多利德等城市 直比首都墨西哥城 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八万人 意大尔哥被推选为大元帅 墨西哥城内的西班牙殖民者一片惊慌 然而在这关键之际 起义军内部在战略决策上产生严重分歧 使士气受挫 一部分人甚至离开了队伍 错失了攻占墨西哥城的机会 但这时在墨西哥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 革命亦呈现新火燎原之势 意大尔哥率领的队伍赶到瓜达拉哈拉 与当地起义军会合 在部队休整期间 意大尔哥颁布了土地法 费奴法 费科捐杂税法等法令 并任命了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 还创办了美洲觉醒者报 使起义的思想基础得到了巩固 但是 传奇过来的西班牙殖民军 很快组织了反扑 起义军在几次重要的战斗中连遭重挫 战略上的分歧再次瓦解了起义军 意大尔哥也被撤了职 后来殖民军诱补了起义军的首领 阿联德、意大尔哥先后被处死了 尽管如此 墨西哥独立运动的烈火 却再也无法扑灭了 各地的起义连续不断 到1821年9月 墨西哥终于摆脱了西班牙人 300余年的殖民统治 宣告独立